来 我们今天聊一条在李静梅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文案小技巧以及营销小技巧 今天我也看一个博主去说就是为什么人要找过这个演讲跟写作两种能力 因为这两种能力都是一对多的能力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的话你每次做手术你只能给一个人做 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或者是一个写作者 那么你能影响的人就不止一个 这是一个一对多的事情 而不是像医生这种就只能是一对一 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影响别人去说服别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也就是这个演讲跟写作 那大家回来再看李静梅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整得挺好 首先他就是选择了发布的社交媒体是新浪微博 那新浪微博上其实你最好的展示方式是视频 但是他用了文字 那如果用文字的话他就会筛出一部分人 有些人不愿意读长文 他有阅读的障碍 或者他读不懂这个是什么 所以他能把这些单纯的要吃瓜的 看看热闹的这些人先筛出去 筛出去呢 但这些人还是要关注这个事情的 最后怎么办呢 有很多这种吃瓜的账号 这种博主 会把他的这个签字长文都给拆解开 让大家去了解 你看李静梅他只选了这个中文 简体中文的这个社交媒体 他没有选就是其他的就是华人多的那种媒体 这为什么就在微博这个地方呢 大家还是对这个女性 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管是女权运动也好 还是吃瓜也好 大家会关注到就是弱者他的不容易 就是微博的网友 虽然说大家总说微博是个厕所 但是我觉得微博的网友 他三观还是比较正的 就他像微博这种大的媒体 他如果三观不正的话 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 他也不会走到现在 也不会活这么多年 是吧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女性的这个权益啊 对这个弱者的这个同情啊 都会特别关注 然后呢 李静梅不需要开其他的这个账号 在这个简体中文媒体这个圈里面 他只有微博这个账号 现在我们看来可能微博 他是在书面的最顶端了 其他的像什么什么董某音啊 小某书啊 这一种 他只他可以就是 有那种特别娱乐化的账号 把李静梅的这个东西 浅浅的给其他的那些 就是阅读能力没有那么好 或者没有时间去阅读的人 让他们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他真的是四两国千金呢 而且他这个文案好在哪呢 就是他的这个出发点 他说了啊 是为了拯救 比如说拯救 是为了让就是有相同遭遇 或者即将有这个遭遇的人 给大家提一个醒 然后呢 以自己作为一个 不管是正面教材也好 反面教材也好 给大家提一个醒 所以他的这个格局 就跟那些普通的那个怨妇 跟那些普通的 就是只想炒作的那些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写这个文案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要学到他这一点啊 就是你的这个出发点 不能是只focus在一个 非常小的这个点上 你虽然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明白 但是你心中肯定是要搭 你这个格局是要搭的 当然也是因为李静梅 他自带有量嘛 他本身是明星的老婆 他这个微博就挺像是王立宏的 一个就是 非工作室的一个微博 但是就发的全都是 跟王立宏相关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对这个 王立宏的这个粉丝的这个画像啊 他一定是做过一些分析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文案 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但是他这个文案 给我感觉像什么 就像是你在看一个电影 你一看这个电影啊 他肯定能获奖 为什么呢 就是他前面实在是太无聊了 就是也不知道他要 就是具体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 但是在后面 所有他前面 就是埋下的这些伏笔 都为你一一的展现出来 就是这个电影 就是越看越精彩 你看到后面之后 你就就欲罢不能了 然后呢 王立宏大家也太给力了 就是王立宏的爸爸还出来 爸爸出来之后 真是又给李静雷机会了 就是不断的 就是再给李静雷送弹药 然后包括那个白柱 也是给李静雷送了一些 非常宝贵的弹药 让我们这个瓜吃起来 那简直就是金金有味 李静雷还有一点比较好的 就是他至今没有请什么救兵 就自己一个人 至今也没有说什么 闺蜜声援他呀 然后父母出来哭诉啊 这个戏码没有 如果真出了这个戏码 就太狗血了 就觉得这事就有点没意思了 你们就在那闹吧 出场人物 目前看来 就李静雷好像是一对多 就是要跟整个王立宏的家族 在做斗争一样 所以他这个形象更加的高大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 他在王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知道这些人手里都有什么牌 他能预测这些人的行为 李静雷是不是学心理学的 我不太清楚啊 但我看有些人是这么写的 我当时做娱乐编辑的时候 当时王立宏结婚 然后网友还挖出来一些 李静雷的一些 就是所谓的黑料 但是我不承认 就是我不觉得那是黑料 就比如说像学历什么的 人家确实是在美国上学的嘛 对吧 然后确实是有那个学历 那只不过什么又分校又什么的 这个我对美国的学校并不是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他 他能在美国接受教育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明星的朋友什么 那时候还有一些照片 然后说他那个爱泡夜店啊什么的 那个装画都挺挺浓的 就是不像现在这么寡淡 但是我是觉得就谁没年轻过呀 年轻的时候谁不泡个白呀 特别是你家美国是有那种party文化的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现在你看他那些黑料 就是也没有再被人想起来 然后现在大家focus在 就是他在婚姻里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然后呢 可以说好像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李靖雷他能够 就是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现在把握了所有事件的这个发展和走向 这个情况对他是非常有利的 他在我们现在看来 他是一个救病都没有 但是自己完全能挑大量能挑事 就王力宏简直就不是对手 王力宏就也不知道他是个爹宝男 还是个妈宝男 现在自己不出来说话 他可是个大明星啊 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面对自己的前妻怎么就懦弱了呢 他这个形象就越来越差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天助李靖雷量 然后我也斗胆分析一下这个事 我觉得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因为这个娱乐圈的事 咱没法说过他们夫妻俩的事 咱也没法去评判 很多博主我看他们分析说 就是李靖雷能把事情闹到这样 说明王力宏这个钱没给他喂 这个李靖雷是要钱 但是我是觉得呢 如果像李靖雷那种教育背景来讲 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家是干啥的 他如果是一个小门小户的姑娘 他要钱真的是情有可原 因为带着三个孩子 自己去养的话 就需要很多钱的 而且需要精力 他对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然后又把三个孩子都管得特别好 就是说请保姆的话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心 小男小户的这个姑娘 他肯定是要钱的 就像我这样的 我肯定不可能就是健身出户 但我也不咋得想想办法 就是找李靖雷是怎么样的 我得要回来我这个相应的财产 但是如果咱们看到李靖雷 他能上美国去上大学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明星的朋友什么的 他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暴露的挺少的 就都是网友扒出来什么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其实也不太信 我们不知道他的家世 但是呢很可能 他的这个家世不会太差 如果太差的话 他如果就是像我这样 这么一个平民固女孩 啥也不是 然后没啥学历 可能有点学历 但是就是家里面 就是一点点背景都没有的话 王家会选他吗 王家在选他的时候 可能也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考虑 毕竟自己都是大明星 然后娶着这个媳妇 这个家庭背景 也得比较扛打一些 如果说啊 就是李靖雷是一个明星 你远言的话 那两个人的这个实力 这个地位是匹配的 比如说李靖雷他就是一个素人 比如说 就像王力宏爸爸说的是 李靖雷因为那个怀孕了 然后逼着王力宏结婚 那你说王力宏 有那么多的性伴侣 就没有一个意外怀孕的吗 一个都没有吗 从概率上想一想 可能了 对吧 那为什么就李靖雷能跟他结婚呢 我觉得王家一定是 有这个家族家庭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所以才没有选 断七八糟的一些人 比如说选一个 曾经拍过三级片的女星 比如选一个默默无本的 一个无聊教师什么的 没有 没选这些 还好被一个儿媳妇 但是呢 你看这个儿媳妇呢 跟婆婆不是有矛盾吗 跟婆婆的矛盾是源于 王力宏的小独立 然后他妈妈管他还言 怎么 王力宏怎么能摆脱 这个妈保团的这个身份 其实是李靖雷帮他摆脱 他妈妈对他的控制 李靖雷能帮他做到这一步 就说明 李靖雷当时分析过 他们家里面谁说的算 家里面有多少钱呢 有什么 反正各种 李靖雷肯定是做出这个资料的 他能帮自己的老公 把这个家里的一些 就是话语权也好 财产权也好 故意到他老公这儿 就说明呢 他对这个家很了解 那他一手 把王力宏 变成一个所谓的独立的一个人了 那他是不是现在也有能力 让王力宏一无所有了 我觉得呀 就是钱不钱这个事 可能对李靖雷来讲 就是有钱 当然是更好 如果他能从王力宏那儿拿到钱 当然是更好 但是如果拿不到钱 也无所谓 他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 王力宏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女孩太委屈了 她委屈了七八年呢 她从16岁的时候 跟王力宏一起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今天他都已经35了吧 是不是 隐忍了这么多年 而且帮王力宏做了这么多事 那你说 哎呀 反正就是我觉得呀 当时多美竹那个事情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过一个视频 我说 大家都说多美竹跟 吴亦凡事前没谈拢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多美竹 这个小姑娘受欺负了 然后这个视频呢 在有些平台跟我下加了 我是觉得 发生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把这个李靖雷 当成一个人来看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药权的机器来看 他如果真的是一个 大顾人家的姑娘的话 他可能不在乎这点钱 他在乎的是自己受的这么多延弃 他气不过呀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发生 都是指向 让王力宏 让大家知道王力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李靖雷他心思这么沉迷的人 他还能想不到 他把王力宏的这件事情抱出来之后 他代言会没了吗 他演绎事业就 就肯定也没了呀 对不对 那王力宏主要是在大陆赚钱呢 那大陆对于这种劣迹艺人 这种品行跑的艺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就是再见不着了 这个人的名可能都不能提了 那财务不就断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觉得李靖雷没算到这一步吗 如果说他想要这个 比如说孩子这个 源源不断的巨额的这个抚养费来讲 不管是美国的法律 你都得每年去付 对不对 每付到孩子十八岁 或者成人犹豫之后 那他这个准钱付 都已经没有收入了 这钱的杂要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 可能钱已经不是 他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式了 大家想一想 当时东美竹去捶吴亦凡的时候 钱不钱的能咋的 是吧 大家现在知道了 钱不钱能咋的 东美竹就是受欺负了 他自己都抑郁照的 都不想活了 真的就是我用我这一套命 去抵你的一命 不跟你来狠了 李靖雷现在 也是有点这样 就是一个受委屈的人 一个受委屈的老实人 他开始追你了 你真的是躲不过了 你这八年期间 你都不知道你媳妇 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们这感情失败 真的是有原因的 这个王立宏他做的 也是太过分了 他这一家 对李靖雷可能都是辜负了 包括现在 80多岁的老父亲 看到自己 就是三个 孙子孙女的这个 这个妈妈 就是也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还在说什么 哎呀 就个那个的 说什么王立宏 生活在地狱里 生活在地狱里 那整仨孩子 这可能吗 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来讲 我可不相信这个 你去生活在地狱里 他理他干什么 他整仨孩子 我的天哪 咋整的李靖雷无性传执 对自己在家里 坐着扑一下身业孩子 那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今天道德这么多 就是大家呀 不管是你作为男孩 还是女孩 不管你 就是现在有没有孩子 就是我就在想 具备的和孩子应该具备的 一个挺重要的技能 可能在学校里面 就是没有系统的这么教过 但是我们在社会上能用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能用上的 两个技能 就是写作 还有这个烟墙 这个呢 是能在关键时候 为咱们挽回一举的 一个 不用说保命小技巧 是一个非常紧张添花的 一个小技巧 一定要找过 那像我们现在 就是做自媒体 那不更是了吗 你要是不会写 不会说 你这个号肯定是出不来的 你要想怎么去吸引到 就是你想吸引的那些人 让他们去认同你 这个是一个学的 我在去年上课的时候 去年我没有认知论 然后老师就说了一句 就是我只听懂了一句 就是上课的时候 他说过好几次 他说说服 是沟通的核心要素 我以前还不怎么知道 这个事情 我现在 我包括我自己做自媒体 然后包括吃蛙来讲 我太认同这一点了 你夸夸夸写一大堆 咔咔咔说一大堆 那不就是为了 让别人认同你 对吧 你最终是完成的是 一个说服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真的这个能力 你要是有孩子的话 让孩子好好培养这个能力 如果你是自己 就像我这样自己 就是也开发开发 这方面的能力 看看怎么能说服别人 让别人认同你 这样你就可以 让自己的朋友夺夺夺 对吧 以后干什么事 也方便 对不对 朋友多 故事就多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 祝大家吃饭愉快 炒炒